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鲁鲁米的爸爸 非常非常高兴能够担任这个角色哦 嗨大家好 我是于正生 非常的高兴能够担任鲁鲁米爸爸这个角色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的声音很低沉 然后速度很缓慢 不过我很喜欢这个动画 因为他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温馨 所以我要推荐大家 农历新年2月14号 一定要全家人一起去看 鲁鲁米冬日乐园 在遥远的国度里有个鲁鲁米谷 那是个世外桃源 我讨厌冬天 充满神秘与惊奇 我们要加快脚步啊 做好过冬的准备 一切就绪准备冬眠 清醒 清醒 起床哦 冬天绝对不是睡觉天 妈妈 门外有人呢 那人叫圣诞节 世上玩是精彩的事物 等着那些还没准备好的人 和鲁鲁米跟他的好朋友 一起来场圣诞大冒险 亲爱的朋友们 我记得有书记载了圣诞树的样子 还有去哪里找 圣诞节喜欢什么呢 真好奇圣诞节长什么样子 或是像美丽的海马 你想收到什么礼物 太阳消失了 冬天既神秘又难以捉摸 我现在最想要的礼物 就是太阳再次出现 重新日之冬天 改变自芬兰童话大师 躲背阳生的经典 大一幕新作 鲁鲁米冬日乐园 跟着鲁鲁米小不点 迪奇与好朋友们 踏上一段探索友谊 与寻找圣诞节之旅 确确别怕 我来救你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他不会来 谁 圣诞节啊 鲁鲁米冬日乐园 二月十四日温暖现影